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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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首先发菩提心 我们为了读化一切众生 发誓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听这个菩提心的修法 然后呢 精进的修心 总有一天会成佛的 成佛以后去读五量的终生 这样子请大家发菩提心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 那么今天的这个课呢 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小规模的一个一个课 那就是应该是这个就是应该是真正的这个修心的一部分的人 就是真正修心的 不仅仅是学佛 而且就是比较认真的这个修心 就投入到这个真正的修心的行业当中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对这样的人的一个可恶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从外面的情况下 虽然学佛的人就是比较多 但是呢 学佛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我们这几天都在讲这些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没有系统的去学习佛法 所以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佛法 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修心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大部分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 就是还在这个 停留在这个韶香白佛 求佛的包佑 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层面上 很多人停留在这样子的层面上 然后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比如说就是为了这个修苗 修佛塔 做慈善等等 卷很多的钱 然后这样子也很虔诚 但是呢 就是缺少了自己的这个修心 实际上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正式的儒闷的方法 没有找到一个正式儒闷的方法 当然就是有烧香白佛的功德 这个功德呢 我们没有办法否定 谁也不会否定这个烧香白佛的功德 但是它是拜佛 当然是有功德的 但是呢 少想拜佛 送金 就是这些是不能解决我们的这个内在的烦恼 谈成词 不能解决 然后呢 这个烦恼不解决了以后呢 这等于就是不能让我们解脱 没有办法让我们解脱 就是我们少想拜佛 这种学佛学了一辈子 学了一辈子 然后就是卷钱做慈善 卷钱修苗 房生等等等等的 这样子的这个学佛学了一辈子 那有没有功德呢 当然是有功德的 有功德 但是这个就是只有福报而已 实际上自己的这个修心呢 还是不是这个参加发挥 捐钱做慈善 这个烧香拜佛 火攻灰攻 不是用这些来解决 而是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 一个这个修心的这个方法 这样子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呢 就还是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去学一下这些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上面呢 我们不需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不需要做佛教的大事 也不需要做这个佛教的这个 像专家这样子的 也不需要做这个 比如说堪布呀 这个法师呀 我们都不需要做这些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 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 就是知道自己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知道怎么样修就可以了 就是更多的这些知识啊 我们不知道也没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学菩提心的修法 其实这个修法没有太多太多的 这个没有太多的内容啊 简单要做就不容易 但是呢内容就是不是很多了 学的话那我们也就学一天两天啊 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呀 这样子基本上就知道了 大概就是这个方法就自己清楚了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但是虽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但是我们要学的这个 我们就是要修的这个法 必须要去学 这个都不学的话 那就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学佛了 平时我们烧香拜佛啊 捐钱修苗啊 这些呢就没有不需要学什么了 这是拿钱去做这些事情就完了 但是实际上呢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佛经里面讲的这个三个书生 比如说发菩提心啊 比如说发菩提心啊 如果我们把这些学好了以后呢 少祥的功德也不一样 拜佛的功德也不一样啊 送金磕头这样子的功德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东的人 知道的人 少像拜佛和不知道的人 少像拜佛也不一样啊 少像拜佛也有少像拜佛的方法啊 然后呢 送金磕头啊 也有他自己的方法 我们不能以为这个少像拜佛 就是在佛像前啊 就磕头啊 功像啊 就完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 这个也需要有 也有方法 有方法 尤其是这个菩提心 我们比如说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少像拜佛 和没有菩提心的基础上少像拜佛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心智都不一样啊 功德就更不一样了 然后有出力性的这个基础上 少像拜佛 送金磕头 和没有出力性的基础上 少像拜佛送金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还有就是 当我们把少像拜佛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善 心智结束以后 有灰香和没有灰香 也是不一样的啊 有灰香和没有灰香 这完全是 完全是两回事啊 功德都不一样 所以 所以比如说我们不打算 不打算去这个修心啊 不打算去这个修四千行五千行啊 只愿意啊 一辈子都是停留在烧香拜佛的话 那也好 但是呢 要懂得怎么样烧香拜佛呀 要知道这个 今天都不学 那就是 那就是 非常非常的可喜的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啊 现在学习的这个条件啊 非常非常的成熟啊 我们通过DVD啊 通过网络啊 还有就是通过书啊 各方面啊 各方面 现在我们这个学习的条件特别的成熟 只要我们自己愿意学啊 这些学习的条件都特别的这个方便 所以要学习啊 学习佛教徒要学习 因为佛教呢 它不像其他的宗教啊 就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智慧的东西啊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这些方法啊 这些智慧啊 大家都不学 那这样子呢 非常的可惜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讲的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去学吴布达伦啊 学更多更多的这个佛经 如果有时间当然是很好的 如果有时间当然很好 但是呢 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啊 因为我们很多人还要上班啊 还要工作啊 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家庭的缩时 这样子以后呢 就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不多了啊 时间都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去学很多很多的这些轮啊 很多的这个佛经 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这个快禅文化一样啊 现在大家都喜欢就一个简编的东西 有简单 有方便啊 有快速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就叫做这个快餐文化啊 什么东西都是要都是像快餐一样啊 尽快取用 先学先用 那没有时间花太没有 大家没有时间花太多太多太多的这个心事 在这些上面了 在这样子的时候啊 我们把佛教也把它弄成一个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然后大家去学啊 一下子就明白啊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就是因为我们呢 学太多的这些金属 那就很难啊 佛教它本身就是一个好寒无垠 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轮 那么这么多的轮 我们自己去看 然后在这个当中 我们把这个修心的方法 从这个当中提炼 这样子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几乎不太可能的 所以呢我们还是 首先我们把这个 我们自己要做的这一部分 我们要去用的 需要去用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不能不学了 至少要把这个学好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学佛的人 他首先要要修的是什么呢 就是处理心 这个我们这几天呢 也都讲过了 就是首先是处理心 然后就是这个菩提心 宗卡巴达史的这个三主要道 道里面讲的真正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三个主要道 道是什么呢 道比如说我们菩提心也好 心闪 送金 磕头等等 如果有处理心 菩提心 回向这样子呢 这些都叫做道 但是主要道是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道里面最关键最关键 最主要的几个是不能没有的 这叫做这个主要道 三个主要道 那这三个主要道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第一个就是处理心 这个我们昨天前天都讲过了 第二个就是菩提心 第三个呢就是正无空心 这三个叫做散主要道 那这三个是不能没有的 只要有这三个 那就我们其他的没有也没关系的 这三个当中 如果缺少了某一个 比如说没有处理心呢 或者是没有菩提心呢 或者是没有正无空心呢 这样子呢 那就是没有办法学佛的 没有办法学佛 没有办法解脱 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叫做散主要道 那这三个这个修行的方法 比如说处理心的修行的方法 菩提心的修行的方法 空心的修行方法 这些修行的方法 今天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现成的方法 我们自己不需要去佛经里面去找这些修法 已经有了现成的东西 这些修行的这些方法呢 就是在一千多年当中 一千多年当中 无数的这些人 修行人 他们去修 然后呢 他们去学 然后他们就成就了 成就了以后呢 他们就根据这个佛经 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 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修法 这些所有修法就写下来了 今天我们就一点困难都没有 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东西了 已经有了一个显成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需要到这个好寒无垠的佛经里面去寻找这些修法 不需要了 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很方便 今天我们学佛特别的方便 这个我们很幸运的 很方便的 但是这个 如果这个我们不学的话 虽然是很简单的 很方便的 但是还是要去学 如果不学 那我们不懂 不懂怎么样去修处理心 怎么样修菩提心 这也不懂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修了 所以就是说 不学太多太多的这个佛经 没问题的 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要修的这一部分呢 这个必须要学的 如果连这个都不学的话 那就是没有办法修啊 那就没办法修了 所以文思修 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 这个文思修这三个呢 这是不能脱离 不能脱解的 比如说我们学习 学很多很多的佛经 不修 这样子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 操了很多很多的财 然后呢一个人都不去吃 都放在那里一样 学很多很多 但是这个不去修 或者是生病的时候 我们找了很多很多的医生 每一个医生都给我们就开一个不同的厨房 但是 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厨房 卖很多很多的药 带回来 然后一个都不吃 都放在那边 那能治病吗 不能治病 不能治病的 同样的我们 其他的更多的 如果没有时间去学习 没关系的 但是呢我们自己要修的这一部分是 必须要安排 必须要安排一些时间来学习 要学习 这个特别重要 这叫做文诗 然后学习 通过学 通过文诗 学好了以后 就是我们基本上知道怎么样修 基本上知道这个怎么样去想 怎么样去思维 怎么样去思考 这个基本上明白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开始修 去打坐修行 特别重要 如果不打坐 我们很多人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去修行 修行就是生活 修行就是工作 在工作当中修行 这句话说起来 说起来很容易 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实际上 如果没有修行 没有这种封闭式的修行 封闭式的修行 笔关修行 笔关修行呢 我们不一定 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 到某个地方去笔关 或者是两年三年 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至少母前上班的时候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但是没关系的 我们讲的这个闭关 封闭式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一天 比如说每天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半个小时 这样子也可以的 我们就是最最短 就从半个小时开始 从半个小时起步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一个小时 这样子也可以 这个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当中 把门关起来 然后不接电话 跟外接 断绝所有的关系 在这个当中打坐 这也是一种 短期的一个笔关 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 这样子训练了以后 修行以后 之后稍微有一点点 进步的时候 然后可以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修行都可以 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可以做得到 在这个之前是没办法做到 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地去修行 我们虽然很多人说 这个工作 忙 压力 打 没有时间 实际上也是这样子 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所有在座的人 都需要去养家户口 对现代人来说 最缺少的 最缺的就是时间 时间很 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还是每一天 还是可以寄一些时间出来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完全没问题 要去修 要修 如果不修的话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人生就这么几十年 这么几十年当中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基本上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人生的百分之四十五十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生下来的可能是 人生当中的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生下来的就这么一点 本来就是很短暂的 人生本来就是很短暂的 然后短暂的人生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 已经过去了 已经没有了 那么生下来的时间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除了这个专钱以外 如果没有做到任何事情 就是说没有修心 没有学佛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这个特别可惜 如果钱 比如说我们 身家有几百个亿 或者是几千个亿 这样子的话也就是人走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要送给别人的 包括我们的身体都带不走 这个道理没有人不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时候真正能够带走的 就是我们所学到的这些 比如说处理心 菩提心 这些是完全是可以带走的 可以带到下意识 来着可以带到成佛之间 都可以带走的 身外的东西都是我们带不走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平时就是 用所有的时间去赚钱 去做外面的 去累积 累积带不走的财富 能够带走的这些 精神上的这些东西 我们平时都没有那么的忠实 这个特别的可惜的 但是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学系 因为我们没有系统的学习 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修 有些人是想修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样修 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修心 这是觉得这个少想摆佛就可以了 少想摆佛就可以 其他没有什么了 这些都是很可惜的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 人生就是有这么一次 如果这次我们把这个人生 就是这样子荒废了 荒废了的话 就是以后又没有这样子机会 特别特别的不好说 特别的难 所以这一生当中 要工作要专签 这是我们昨天讲 这是为了生存 这个并不是为了什么其他 这是为了生存 很简单的 为了生存 但是人就是依靠这些物质 生存下来了以后 应该有一个 生存也有一个目标 转钱是为了生存 它的目标就是生存 但是生存也应该有一个目标 如果生存没有目标的话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生存也应该有目标 那么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 生存的目标 那就是稍微要应该要高一点 我们要设定一个稍微要高一点的目标 那高一点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红尘当中的 比如说这个无质 无质财富 名胜 敌位 权利等等 这些呢 这些呢 在我们的世俗人的眼里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进一步的把心静下来 在人真的自己的思考的时候呢 其实这些不是那么重要的 没有也是可以的 不是那么重要 真正的重要的 不能没有的 就是这些 今生上的这些东西 就像处理心 菩提心这类的 这个没有了以后呢 我们下意识根本就是没有把握 所以希望大家学佛 也要学一个珍贵的 真法 要学真法 真法就是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宗喀巴大师讲的这三个 就是真法 所有都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就饱寒了 所以大家以后要尽量的学习修心 就像香港这个地方啊 也有很多很多这个 藏传佛教的这个中心 藏传佛教的中心 但是这些中心 我们这几天都在讲 这些中心里面呢 没有文思 没有修心 有的话也就是很少很少 可能是只有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这样子的中心里面 可能也许稍微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将近守法之类的 但是其他的都没有 百分之九十五的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那没有这些中心在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昨天讲的 我经常就搞这个 举行这个各种各样的法会啊 悔功啊 火功啊 有些时候这个 有些上师来的时候 就观观地呢 都是这样子 然后寒传佛教的很多的寺院 也是这样朝度啊 随炉法会啊 就是这些 除了这些以外 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去学习和修心佛法的这些核心的 这样子的地方 这个特别特别的可惜的 但是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有办法 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络 通过书和光盘也可以学习啊 大家也可以学习的 所以现在学习就是比较容易的 希望大家 如果我们这个香港这边的 这些无论是藏传佛教的中心也好 汉传佛教的寺院也好 这些中心 这些寺院里面呢 如果有人传法 如果有人讲正法 那就希望大家去听 如果是没有了 那也没关系的 有办法通过网络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就可以听 这个通过网络大家学习 学好了以后呢 就去修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东西 先学先勇 活学活用 我们今天学到的 明天就可以去勇 首先是自己去大作 大作训练 晚了以后呢 就用到工作上 用到家庭当中 用到这个生活当中去 这样子呢 我们就立即就 立即就感受到了这个 学佛的利益 学佛的利益 学佛的好处 否则的话 我们一辈子是要想拜佛 到底什么是这个利益 有什么结果 大家都说不出来 最后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没有什么心性 这样子的学佛是不对等 所以希望大家要忠实 忠实这个文思修行 然后我们这边的 比如说藏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的这些中心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的 这个师兄当中 可能也有很多是 在这些藏传佛教的 这些中心里面 辅责的呀 或者辅赐人 或者是成员 可能很多都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也可以提醒一下 或者是跟这个中心的 藏传佛教的这些中心的 喇嘛 或者是中心的师父 中心的坎布 中心的火佛 也请求他们安排 在这个中心当中 就是一些学习的方法 安排一些这方面的功课 要布置一下这方面的功课 否则的话 我们比如说香港 台湾 这些地方 就来很多很多的 非常好的上市 非常了不起的 这些成就者 高僧大的呀 但是来了以后呢 关顶 关顶关了一天两天 以后就走了 然后呢 没有给我们 布置一个具体的功课 没有布置一个具体的功课 没有安排一个具体的功课 比如说我现在做什么 然后下一次再做什么 明年我去做什么 修什么 学什么 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 这是灌了顶就走了 这样子以后呢 灌顶等二次好 但是呢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灌顶是为了什么 灌顶的意思是什么 灌了顶以后 灌了顶以后有什么要求 我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 这样子啊 这种灌顶是特别特别危险的 这种灌顶是特别危险 这是它为什么危险呢 如果我们就是在这个灌顶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灌顶的人 他自己不具备灌顶的条件也好 或者是灌顶的上师是具备条件 但是我们自己不懂得怎么样去接受这个灌顶 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如果当时没有得到灌顶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灵当别轮 如果那个时候得到了灌顶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如果得到灌顶就很大的麻烦 什么麻烦 如果没有得到灌顶 那就是也没有戒律啊 也没有密成节啊 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密成节也没关系的 但是如果得了灌顶的话 那就必须要懂得密宗的戒律 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密宗的十四条根本节 十四条根本节一个一个一个都要去学习 每一个都去学习 学完了以后呢 要护持这些戒不能违背这些戒 如果犯了密成节 那这个罪过相当相当的大 但是比如说我们的有些上师来了 给我们灌顶了 灌顶了 然后没有告诉我们 灌了这个顶以后呢 要收什么样的戒啊 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都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灌了顶以后呢 要学什么 做什么 所有人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啊 无意当中就会犯密成节啊 那就是这种顶灌了好还是不管好 那就是我觉得还是不管的话 稍微好一点吧 不管的话 灌顶也没有得到 但是呢 密成节也不会犯的 如果灌了这种顶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这个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很多上师来灌顶 但是呢也没有给我们 布置了一个这样子的 具体的功课 所以很多很多的人 也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修 不知道怎么样去修 第一个就是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灌顶的要求 更没有布置 比如说四千星啊 五千星啊 这些的修法 更没有告诉我们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 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中心 那么这些中心呢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发挥 然后捐钱捐钱收钱 就钱拿到其他地方去修苗啊 等等等等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我们昨天也讲过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这绝对是错误的 就是我们比如说 印度也好 尼泊尔也好 或者是在西藏也好 凡是有藏传佛教的 这个寺院的地方 或者是有藏传佛教的 这些僧人的地方 他们可能需要一些这个物质上的 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这个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制造这个 制造这个 其他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真的不行的 比如说啊 比如说 有人告诉你们 怎么样去修行 怎么样去学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修行的方法 告诉我们了 我们很清楚 我们去学佛 修行 然后我们在不影响 我们自己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生活的 这个前提下 然后呢 捐一点钱 给这些修寺院啊 供养僧众啊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很正常的 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 没什么的 但是因为过分 太过分 太离谱 就是自动的收钱 其他什么都不告诉我们 那这样子的话 这种学佛的方式是真的是错误的 所以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子 以后不要这样子 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佛 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学佛的人 他们的确是非常的虔诚的 他们的确是很虔诚的 然后呢 他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比如说家庭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比如说学佛 比如说 丈夫不同意啊 妻子不同意啊 父母不同意啊 儿女的反对啊 等等等等 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压力啊 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他们就是 就是这个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去学习 经常到这些佛教 藏传佛教的这些中心去学习 但是学不到 学不到 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一个修行的方法 那这样子实真的是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以后啊 有一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 这个我昨天也讲过了 比如说 我们这边的这些中心 藏传佛教的中心里面 如果有人讲 那当然是很好了 他们自己讲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人讲 没有人讲 没有人讲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光盘 网上的这些很多的这些食品 饮品 就是把这些 这些资源 这些资源是可以共享的 所以大家把这些资源 拿来用 可以用 这个里面呢 它不分教派 不分什么教派 这个比如说我们尼玛呀 什么这个 格鲁呀 塔卡举呀 这不需要分这么多的教派 出离心 这任何一个教派都是一样的 而且修行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菩提心的修行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这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去修 大家要努力 希望以后我们在座的 在座的各位师兄 要忠实自己的文思修行 然后呢 你们也告诉身边的其他的学佛的人 我们在这个之前的学佛的方法 是有一点点错误 也不要说我们之前做的全部是错了 这样子呢 就是过去我们做了很多善事 现在一后悔 后悔了以后呢 这些过去的这些功德全部都毁掉 全部没有 这样子很可喜的 所以呢 就不要告诉大家 以前我们的所有错 也不是完全错了 但是呢 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学佛的方式里面呢 也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要盖进 怎么样的盖进的方法呢 从今以后 大家要投入到这个学习和自己的搭做 就是要 就是要投入到这个 这个当中 像我们这个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发挥 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些 这些活动呢 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参加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 那就稍微减少一点 稍微减少一点 在闻死修心这方面呢 我们必须要 就是因为很多地方都完全是一个空白啊 没有闻死修心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面要做好一点 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呢 我想我们的这个佛法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灵性的痛苦完全是可以解决的 否则的话我们一辈子稍向白佛 也就能解脱吗 不能解脱呀 这个非常遗憾的 这个非常遗憾的 就是本来我们这一次 这个人生当中 我们是有机会 有机会发菩提醒 有机会完全可以走上解脱道 在这一生当中 没有成佛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 普遍 这可以做的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走上解脱的道路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学佛的方式上面出了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啊 就没有了 本来是有这个机会的 但是呢 后来就是没有这个机会都没有 这个特别的可惜啊 这大家觉得很可惜吧 所以希望大家投入到这个修行当中 好 这个就是我们 这次我出来就是在外面呢 一直都在讲这个 就是讲这些 我们在大陆讲课的时候呢 也没有太多的强调这些方面呢 因为大家都 因为我们长期讲课 基本上大家都是知道的 能做到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道理呢 很多人也是知道的 那我们比如说 台湾 香港 新加坡这样子的地方啊 就是如果自己学习的话 那怎么样学习都可以的 也有很多的这些中心啊 什么佛佛 法师业也很多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外面的这些 学佛的方式就是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啊 没有这样子的 大家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风气啊 就是学佛就是稍向拜佛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以后就稍微要 稍微要转变一下 所以就是我希望起到一个这样子的作用 这方面讲的比较多 比较多 凡夫的强调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讲今天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 今天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 菩提心的修法呢 有很多种菩提心的修法 有广的 有略的 有简单的 有复杂的 有很多种啊 然后这个《毁灯之光》这本书里面呢 就在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菩提心的这些修法 基本上都有了 这里面都有非常简单的 稍微光一点的 稍微多一点的 稍一点的 什么样的菩提心的修法都有 然后也有光盘都有 大家可以参考 那我们今天呢 再讲另外一种这个菩提心的修法 另外一种菩提心的修法就是说 并不是说这个灰灯之光里面没有的 我在前几天 我们在外面呢 讲了一个另外一个菩提心的修法 我今天讲的呢 不是那种菩提心的修法 就是另外一种 比较简单的菩提心的修法 那这些菩提心的修法呢 任何一个菩提心的修法 都可以最后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自己修得比较认真的话 都可以达到目标 比如说比较复杂的 比较广一点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呢 先有刺 碑 戏 蛇 四五两心 四五两心 然后这个四五两心当中的每一个 比如说刺也有很多的修法 碑也有很多修法 戏 蛇 也有这样子的很多的修法 刺 碑 戏 蛇 都有不同的这个思维的方式修法 然后慈悲心事都修完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修菩提心呢 修自他相化呢 修这个自清他种啊 自他平等啊 有很多这类的这个修法 这个任何一个修法都可以的 只要认真的修 任何一个修法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讲的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修法 简单比较方便的修法 简单的意思呢 就是说比较方便的一个修法 我刚才讲的比如说 慈悲西施每一个都这样子 一个一个修 这是比较广的 比较复杂的一个修法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呢 就是相对来说 稍微比较简单的修法 这个修法我们前几天也讲过 讲过一个修法 这个网络上都有直播的 不知道你们听了没有啊 这个修法里面呢 讲指母念恩包恩 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讲的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 那我们今天讲的呢 不是指母念恩包恩这样子的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 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 然后再去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 然后呢往这个方面就是走 这样子 那首先简单的说什么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如果用非常复杂的方式来讲的话 那能特别特别复杂的 但是我们我们就是修心的 尤其是这个居士 在家的居士 那就没有必要去这个学这么复杂的 简单的就可以了 简单的说什么是菩提心呢 菩提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要发自内心的 从固子里下决心或者是宣实 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 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 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 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工作 这个发心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心 但是这个要做也是一个非常难度 非常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我们怎么可能天下所有的人 天下所有的众生 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成佛呢 很难 但是再难也好就是要这样子下决心 就需要有这样子的勇气 没有这个勇气 那就叫做小成佛教了 不叫大成佛教 这是第一个 发自内心的下决心 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 我要让他们成佛 大家不要死亡 为什么 虽然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 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层面讲的话 我们要让所有众生成佛 这个真的是不可能的 根本就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说而已 永远都不可能的 但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永远都是我们就是凡福 我们的境界永远都没办法提高 我们永远都是一个这样子 有烦恼 有贪生吃 没有真无空心的这样子的人 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 那就是这个做不到 做不到 怎么可能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 做不到 没办法做 但是我们要相信 我们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只要我们去努力学习修行的话 那不会永远这样子 会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好 所以将来我们一定有这个能力 一定有这个能力 让一切众生成佛 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勇气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勇气 才能够做得到 首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决心 勇气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 首先就是要我自己成佛 我自己先成佛 我自己成佛了以后呢 然后我就有办法 有办法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 否则的话 这个没办法做到 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如果我成佛了呢 那就完全是有可能 当年向释迦牟尼佛成佛 佛陀 光专 法轮 度化了无量的这个众生 然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 度化众生的这个实业呢 还没有结束 还现在也在度众生 所以佛这样子 永远这样度下去的话 那就是佛一定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的 那我们自己成佛 有一天成佛的话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下决心 希望大家就是要这样子下决心 当然我知道我们今天下 是所谓的决心 其实根本是不是决心 我们很被动的 很勉强 只是很勉强的让自己去想一想而已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决心有没有呢 没有 今天没有这样子的决心 但是没关系的 这个可以慢慢地训练 慢慢地可以训练 第一次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度一切众生 我要成佛 这种观念 这种念头 这种决心 这是一个很虚假的 很虚假的 也是一个很造作的 很被动的 但是把这个被动的先 这个心先发起来 发这样子的心 下这样子的决心 然后慢慢地 逐渐逐渐地把它专化为 诸懂的 积极的 不造作的 真实的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下决心 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 就为了这个事情 我自己现成佛 这个叫做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 就这么简单 要下这样子的决心不简单 但是说 讲 给大家介绍 就很简单了 这叫做菩提心 那我们怎么样去修这个菩提心呢 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具体的方法 禅定的方法 有一个方法 大做的方法 这个我们就过几天会讲的 今天我们不讲 就是身体的姿势呀 然后呢 这个呼吸呀 还有心里面的有一种观想的方法呀 这些都有 本来是昨天晚上准备讲的 但是后来就是没有时间 就没讲了 那没关系 这次会讲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灰灯之光第二 这个里面有一个文章叫做 处作与入作的修法 处作与入作的修法 入作是什么呢 就是搭着 进入搭着 出作是什么呢 搭着结束的时候 就是说怎么样搭着 怎么样结束 就是讲这个 这叫做处作与入作的修法 处作与入作的修法 大家可以学 这个有光盘 网上也有十品 音品都有了 大家可以学 然后也有树 然后我们具体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呢 思维的方法 它就是有一种模式 思维的模式 首先我们观想的是 我们可以比如说 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某一个生命 比如说一个流浪狗 流浪毛 被车子转了 但是还没有死 就是正在受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残忍的痛苦 一个这样子的动物也可以 活着蛇 屠宰场里面我们一半都不会去的 所以可能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如果有的话 比如说屠宰场 但是财市场呢 我们很多人都经常去买财 那么财市场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些小动物 徒子呀 还有就是鱼呀 各种各样的鱼呀 鸡呀 鸭 有很多这个小动物 就是这个即将咬 傻的 就是待宰的 就是可能是两分钟以后 半个小时以后 五分钟以后 只要杀 只要宰杀的这样子的很多很多的动物啊 我们经常看得到 就看到这样子的这个动物的时候 就把这个动物呢 就是我们要作为我们的思维的对象 这个我们并不是说到财市场里面去修啊 并不是说 这是在财市场或者是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动物 非常痛苦的动物 然后把这个积下来 积到心里 然后回来搭着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 去想这个事情 怎么样去想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一条鱼也好 或者是一只兔子也好 这个财市场里面带宰的 或者是被车子装收赏的这样子的动物 首先观想在我们的前面 观想或者是冥想它就在我的前面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比如说把这些动物或者是某种人 观想在我们的前面 很有痛苦的 有正在守极大的 非常残忍的痛苦的人 观想的时候呢 我们也许可能有一点点恐惧感 其他的慈悲心 这些不一定有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陌生人 这动物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个这样子的生命呢 所以它再痛苦 它再痛苦也好 这我不会痛苦呀 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都不会去想这些 不会去想它的痛苦 不会去从它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不会站在它的理常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永远都站在我自己的理常 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看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动物 一条鱼 鸡 牙 兔子 两分钟之前被摘杀的 或者是正在 这个喉咙正在摘杀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只鸡 或者一只兔子 然后我们把它观想 观想什么呢 观想为我自己 或者是观想为我的母亲 我的现在的亲生的母亲 这个时候感觉就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在这个之前跟现在是不一样 认真的 认真的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把它观想为我的母亲 如果我的母亲 她没有去得罪过任何人 她没有犯任何的罪 她是一个无辜的 她完全是一个无辜的 但是呢 如果今天有人把她抓起来 就抓起来 然后用刀割她的脖子 喉咙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它是我的母亲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或者是如果这个动物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我就是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我没有犯过任何的错误 没有犯过罪 完全是无骨的 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除了这个以外 我没有去得罪过什么人 但是呢 就是因为某 因为有些人 把我抓 抓取 然后就是用刀 就是想栽杀这些动物的方式 来栽杀我 这样子的话 那我应该 那我这个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这样子观想 认真的观想 把自己观想为这些动物 这个时候呢 感觉就不一样 这时候呢 恐慌 恐惧 这样子 我们观想这些流道轮回的痛苦 或者是观想某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候呢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把我们观想的时候 把我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 我们就像看戏一样的看 看轮回的痛苦 然后就是看这些被摘杀的动物的痛苦 没有把自己当作他们 就像看戏的样子 就像看戏的方式去看 然后就没有任何的翻译 没有任何的翻译 因为我们经常看这些战争片 杀人的什么东西看得太多太多了 所以就是已经漫漠了 杀人流血什么没有看过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现在慢慢的就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因为这些电视 这些战争片 这些抢战片 让我们非常的适应这些 杀人流血的这些镜头 非常适应了 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就是很恐怖 但是现在天天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就觉得很正常 杀人流血这些血腥包里的东西 就慢慢的接手了 接手了以后就觉得很正常 所以我们看到大街上 看死人了也不觉得 看死人就这样 没有其他的感受 然后动物被撞了 快要撞死 还没有死 受很大很大痛苦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什么感受 感受已经麻木了 在这个时候 这种情况下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动物观向为我自己 或者说把我自己观向为这个动物 然后再去感受一下 这个时候感受就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了这个发生车火 看到了发生车火了 死了几个人 看到这个发生车火死了几个人 我们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死了几个人 发生车火了 很正常了 每年都是死成千上万的人 就是发生车火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的 没有什么感受 走了很多人也不会下来帮他们 就走了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发生车火 受伤的 或者是死的 或者受伤的 这个人如果发现是自己的情人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完全不是这样子 立即停下来去帮他们送到以缘 这样子很痛苦 那我们这些人 同样的人 同样的人 但是我们有些人看到 有些人受伤了 我们没有什么感受 有些人受伤了 我们很痛苦 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终生 终生就是分两种终生 一个是离我很近的 亲戚朋友加人这个叫做 另外绝大多数的人 就是离我很远很远的 离我很远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样子分开了以后 把这个划了这个界限以后 那我的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人 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我就痛苦 然后呢 除了这个小规模 小圈子 小范围内的这个 以外的这个人 受伤了也好 大死了也好 怎么样也好 然后我就麻木不仁 我没有什么感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把他们 划成这个 跟我没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感受 没有感受 主要的原因是这个 那佛教打成佛教呢 他把这个界限 他把这个界限打破了 就是我们把他们分到两种 两种人 然后中间把这个界限 画得清清楚楚的 那大乘佛教就是用一种特定的 这个思维的方式 把这个界限打破了 打破了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小范围内的这种 埃可以扩散 可以这个复制到这个 大的这个范围当中的人的身上 这个就是我们修菩提性的原理 修慈悲性的原理 就是这样子 把这个界限 把这个界限打破 那这种界限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打破呢 什么样的方式去打破呢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首先我把自己观想为这个终生 或者是他观想为我的母亲 其实这个只是观想而已 它的背后没有什么理论 所以他不能说服我们 我们一定会想 我这是观想而已 实际上他不是我的母亲 实际上他不是我的家人 我只是观想而已 这个不能打破的 然后真正能够打破的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后面 在这个后面 第二步 第一步我们把这些人 观想我自己 或者是观想我的母亲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感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 刚才我只是观想而已 我只是把这个人观想为我 或者是我把我自己观想为动物 这个是观想而已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这些动物 他是不是对 刚才我们把观想为我母亲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动物 或者这些陌生的人 是不是我的母亲呢 我们从显实的角度来讲 当然不是我的母亲了 从显实的角度来讲 不是我的母亲 但是呢 从上一世 再上一世 我们所有的终生 都是从无事以来到现在 在这个之间 彼此之间做过了无数的这个父母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他们曾经绝对是我们的母亲 绝对是我的母亲 那么他当国群 他是我母亲的时候 跟我现在的母亲 一样的对我有恩亲 对我有恩亲 虽然现在不是我的母亲 但是呢 他曾经是我的母亲 这一点 只要我们相信轮回的人 相信轮回的佛教徒 这一点是没办法否定的 没办法否定 这肯定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把它打破了 我们现在的人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切都是以现实为主 以现实为主 过去的我们不太在乎 过去上一世什么 再上一世什么 我们平时都没有去管这个事情 以现在为主 但是呢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眼光 可以稍微可以放远一点 放远一点 这样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陌生人 或者这个动物 也可以纳入到 纳入到这个对我很亲的 很近的这个生命的群体当中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跟他有慈悲心 哪有慈悲心 这是一个方法 大家要思考 这时候呢 我们 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生命轮回 这样子从无事以来 这样子轮回轮回下来以后呢 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命 曾经是做过我的母亲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今天啊 在大街上 我们看到的这个被受伤的这个人 或者是我们在采石场看到的这个 鸡匠被载杀的这些生命 也是 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母亲 曾经是我的母亲 但是呢 因为这个生死轮回以后呢 大家都忘掉了 忘掉了 他们也不记得 我是他们的 曾经是他们的儿子儿女 我也不记得 他们曾经是我的父母 但是这个绝对是 那么如果是 大家可以想 可以这样子换一个思维的方式 大家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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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母亲 大家要这样子想一想 这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现在的母亲 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 可能有些人的父母不在了 有些人的父母都在 无论是在和不在都没关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现世的母亲 我现世的母亲 然后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呢 他变成了一个流浪狗 变成了一个流浪狗 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呢 看到他在路边 看到他在路边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不知道 他是我这一世的母亲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对这个流浪狗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但是万一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知道了 他是我曾经去世的母亲的话 我当下就知道的话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去想一想 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菜市场 就是看到这些被摘下的这些生命 就看到一条鱼 或者看到一只鸡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因为神通也好 因为什么某种原因 突然间 突然间这个知道 他就是我五年前 十年前去世的我的母亲 突然间知道的话 那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要去想想 虽然我们很多人不记得了 不记得 这个轮回真的是非常残忍的 人生它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很残忍的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恩缘 所有东西就这么几十年当中 又完全消失了 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一切都忘掉了 但是我们可以眼光稍微放远一点的话 可以这么去思考 那我如果 如果就是这个动物 菜市场的动物 如果我发现是我母亲 那我一定会 立即就去把它卖下来 我要去救它 肯定的 如果我在这个大街上看到的 这个流浪狗 流浪毛 被车子撞了的这个流浪狗和毛 我如果立即知道的话 那我立即就停下来 一定把它送到医院里面 这个我们一定会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子 那么佛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把我们的这个结线 就是把这个结线打破了 打破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想 这个她不是现在的母亲 但是她过去一定是 过去一定是 那么过去是我的母亲 那我现在需不需要去这个救 需不需要去这个帮她 应该需要 就是要去这样子去思考 思考 当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到菜市场的时候 把菜市场里面的 所有通通都卖掉放上 没有这个能力了 但是首先我们在今生上 这样子去训练 今生上 首先是在今生上训练 要落实到这个实际行动上 这个是以后的事情了 首先是在今生上训练 佛教认为 做任何事情 好 比如说山 鹅 所有都要从心开始 如果内心当中 他没有那么的恨 没有那么的邪恶的话 那他说出来的话很不好听 做出来的事情都很不好看 但是他内心当中 没有那么邪恶的话 佛教论的这个不是很大的罪过了 如果他内心当中很善良 很善良 内心当中是很善 但是他说出来的话有点不好听 做出来的事情也不好看 但是佛教论的这个不是罪 不是罪 如果他内心当中很知识 很娇华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 但是他说的话就是很好听 做出来的事情也就好看 但佛教不认为这个是善 他不认为这个是善 所以所有都要从内心当中要开始 所以首先我们要把门关上 静下来训练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从内心当中有了慈悲心 有了这些菩提心 以后然后我们度众生 在实际行动上去 比如说去放生 帮助人 这些还是要根据我们的能力 根据我们的能力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能力有限 不可能财势场里面的所有东西 你卖掉 这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逐步逐步地去做 但是首先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在内心当中 从心里面去训练 从心里面训练好了以后 然后再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叫做修菩提心 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众生 观想为自己或者自己的母亲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个特别特别的难受 或者说恐惧 这时候一定要帮助这些众生 一定要度化这些众生 这样子 然后我们进一步地再去思考 进一步地思考 这些动物或者是这些众生 它虽然是很苦 但是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有更多的人在受 正在面临更大的痛苦 比如说地狱的众生 成千伤万的地狱的众生 此时此刻也就是受 我们刚才观想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痛苦 根本就不算什么痛苦了 比这个痛苦还成千伤万的严重 地狱众生此时此刻在受这样子的痛苦 然后还有很多的众生 就受饿鬼道的痛苦 然后每一天 每一天从太阳出来 从日出到日落之间 就是一个城市里面都有 成千伤万的生命 动物就是面临被灾杀的痛苦 全世界的加起来的话 就是每一天都有 每一天都有几十个亿 几百个亿的生命 都在面临这样子的痛苦 所以这些现在观想这样子的时候 去想这些动物的痛苦的时候 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 站在受苦的人的角度 站在受苦的动物的 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有另外一种感受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永远都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 从来没有站在其他的这些终生的角度去看问题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去说 怎么样把这个动物摘杀了好吃 怎么样把它猪了好吃 怎么样把它这个火火的蒸 或者是火火的烧 火火的竹 这样子才好吃 所有都是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 从来没有去想过 这个比如说 这个虾放到酒里面 它会不会很痛苦呀 追虾 或者是这个猪儿蒸 用蒸弄蒸 它会不会很痛苦呀 这种方法很残忍 非常残忍呢 没有这样去考虑过 它痛不痛苦 我们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就思考 我怎么样去吃这个 我怎么样吃才好吃 就去思考我自己的这个舌头上的感受啊 而我们从来不去思考 这样子它会不会痛苦啊 这样子它会不会更加的痛苦啊 而我们从来都不去思考 从来没有站在它们的角度去思考过 就永远都站在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去思考 就是我们戳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现在我们一定要站在他人的 站在对方的 站在这个生命这个地球上的弱势群体 就是东吴 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栽杀 随意的去持这些无辜的生命 当然没有人说这个是非法的 没有人说这个是不对的 没有人说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种生命就是这种生命 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果我今天是他们 的话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也就是要把自己观想为他们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这个是很痛苦的 这个是很残忍的 人是很野蛮的 人的这种做法不对 这是我们发现了 那发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感受到了这些终生的痛苦 深深地体会到这些终生的痛苦 然后呢我们要去看 去这样子思维 比如说我自己现在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面对任何的这个痛苦 不愿意面对 然后就是希望拥有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快乐 我都希望拥有 然后呢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不幸福的事情 我希望都没有 我自己是这样子 那么其他的这些终生 我们可以随意摘下 随意持的这些生命呢 他也是这样子 他们也是希望拥有所有的幸福和快乐 希望远离所有的痛苦 他们也是这样子 那他们也是这样 这个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不愿意接受痛苦 一样的不愿意面对痛苦 一样的希望拥有这个幸福 但是呢 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这个感受 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快乐 然后去践踏 践踏其他生命的幸福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错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给其他的众生带来很大的痛苦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第一个开始感受到其他生命的痛苦 然后第二步呢 然后我们对他们发慈悲心 发慈悲心 那么这些动物呢 这些生命呢 他们也是不愿意痛苦的 但是呢 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这个能力 他们只能承受这个痛苦 他们也希望拥有幸福 希望拥有幸福 但是呢 他们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去追求他们的幸福 没有能力去追求他们的幸福 他们是非常非常可怜的 这时候呢 我们对这样子的众生啊 发慈悲心 悲心 悲心 悲心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 这些所有众生 能远离一切痛苦 这叫做这个悲 然后我们诚心施以的希望 他们能够拥有所有的这个 心福 发自内心的去向 这叫做 秀慈悲心 这叫做秀慈悲心 然后慈悲心 秀到一定的时候呢 秀到一定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想 那我光是在心里面想还不行的 我要去让他们离苦得乐 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这是心里发源 发源源他们离苦得乐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行 但是呢 实际上帮助不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 我要去 我在实际行动 应该有一个实际行动 我要让他们离苦得乐 我一定要让他们离苦得乐 这时候就慈悲心有了 第三 那我怎么样让他们离苦得乐呢 我怎么能够让他们离苦得乐呢 什么是离苦得乐呢 比如说我给他们解决一个暂时的问题 暂时的问题 这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 比如说一个 一个在菜市场里面 被栽杀的一条鱼 我们买了 买了放生了 但是我们只能保证 它的一条第一条生命 第一次 然后放下去了以后呢 也有可能被其他的鱼把吃掉了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保护它呀 所以它的这些很多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解决一次的问题 其他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们比如说 我们拿很多的钱去帮助人 那这也就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也只能解决 颜前的一点点的问题 生活上的问题 它的其他的很多问题 我们也没办法解决 比如说 拿钱去扶贫 它的贫困的问题 它的文保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保障它不生病 它没有办法保障它灵性不痛苦呀 没有办法保障它不衰老 它不死亡 这我们都没办法做到 做不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想 那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彻底的这个解决 它的所有的问题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呢 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如果有 那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了 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去思考 然后我们发现了 有 有一个这样方法 是什么 就是让他们成佛 如果我有办法让他们成佛的话 那他们的所有的问题 从此以后就全部解决了 从此以后它不会 它不会受苦 从此以后它不会衰老 它不会死亡 从此以后它不会有 不会有痛苦 这是最终极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这时候呢我就下决心 那我一定要让他们成佛 那我怎么样让他们成佛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去想这个方法 那这时候我们就想 那首先我要成佛 我成佛了以后 才能够让他们成佛 所以下决心 从今天开始 我要往这个成佛的路走 无论是有再大的困难 再怎么样以后 我一定要成佛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我刚才看到的 我发现的 我这个观想的这些 这些这么多的生命的痛苦 为了解决他们的痛苦 就是我要成佛 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做这件事情 这叫做菩提心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种菩提心的修法 大家要记住 前几天你们可能也许在网络上听过 也许没有听过 有一个方法 联直目联报这样子的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种方法呢 那是另外一种方法 我今天讲得有点啰嗦 但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毁灯之光》里面的一些文章 还有光盘 那个里面可能讲得更具体一点 更相细一点 所以可以参考 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 还有可以听这个光盘 这样子以后可能是有一些帮助 最后我们决定 我一定要成佛 我就是为了度这些 我一定要成佛 这个心叫做菩提心 这个心怎么样产生这样子的心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终生的痛苦 要知道终生的痛苦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很有钱的人 如果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贫穷的人 而且比如像非洲一样 就是连这个水 干净的水都没有办法喝 这些他都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他不一定想去做慈善呢 他不一定想去做慈善 他去做慈善的这个前提的条件是什么 他必须要知道 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穷人 而且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非洲索马里 他们就是吃拟兵 大家知道的 拟啊拟把做的兵 没有粮食吃 吃拟兵拟把做的兵 然后没有水喝 还有这么多的干旱 这么多的文艺 这么多的痛苦 发现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去讲 他一定要我把我的钱拿到非洲去 要帮助他们 要给他们解决 给他们解决这个饥渴的问题 前两年有一个慈善家 有一个慈善家 然后呢 他是一个海外的一个藏族人 一个侯夫 他现在不在那圆寄了 然后他们到这个 他就在这个英国 他是英国籍的人 他们到这个非洲去 去最边缘的地方 这个部落最贫穷的地方 去做这个慈善 然后呢 后来他们去调查 问当地的人 这个慈善给你们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说 本来我们是只有两天三天 才能够吃一顿饭 三天才能够吃一顿饭 那现在这个慈善给我们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一顿饭 这个就是这个结果 如果这种情况不知道的话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很多有钱的人 但是呢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个钱怎么去用 自己也用不了 然后他比如说捐给一个 某一个所谓的慈善结果 他能不能把这个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也不好说 所以呢 他也就是没有办法去 他也没有下这样子的觉醒 但是他看到了这么多人 而且这个地球上还有这么多人 这么痛苦 这么贫穷 他发现了以后 然后他下决心 他一定要把这个钱拿到那个地方去做事情 他会下决心 同样的道理 首先我们必须要站在这个地球上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 最这个地层的这个生命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果我今天是他们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干受 就是我们可以完全可以随意的被摘下的 随时都把它拿来吃掉的 这种动物如果我是他们 那是什么样子 不要经常都是用人的角度去看问题 不要因为 不要经常都是以我们的角度去判断 下结论定义 看问题 就是最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 比如说我们去想 大家认为最痛苦的是什么人 大家认为最痛苦的 比如说我们看不见的地狱和畜生 大老师很痛苦 这个先不说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生命当中 无论是人也好 动物也好 这个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生命当中 最最最最最痛苦的 痛苦到不能再痛苦的 我们这个生命到他们的 到他们的角度去看一下 看问题 思考问题 然后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做 然后我们才懂得今天为什么要去学佛 然后才知道菩提心为什么这么伟大 然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这么伟大 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佛 我们的所有的学佛的动力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 学佛的动力就是这样子 学佛不是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又吃又穿了 没什么事情做了 去学学佛吧 不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学佛的动力 大乘佛教 这个根本不是 刚才我们讲 比如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情做了 去学学佛 这不叫学佛 这不叫大乘 更不叫大乘佛教 更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这个 这个学习修行的动力 就是来自于深入的了解了 所有生命的痛苦 所有生命的痛苦 就是在这是他的 他的这个动力 他的动力就在这个当中产生的 他亲手提会是一样的 把这个人观想为我自己了 这样子以后 我虽然不是这个人 但是呢 基本上我可以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了 我爸非常认真的 非常严肃的把我自己当作他 或者把他当作我 这样子以后呢 虽然我不是他 他也不是我 但是呢 基本上我能够感觉得到他的痛苦了 基本上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凡是人都一定会去想办法 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只要我有能力 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非解决这个问题 不可 有这样子的想法出来了 这叫做悲心 大悲心 慈悲心当中的大悲心 我一定要让他们活得心腹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活得心腹 这个叫做 痴 叫做痴 我一定要让他们离开这些痛苦 我一定要去解决他们的这些痛苦 这叫做悲 慈悲心 慈悲心就是了解终生的痛苦的时候 才有慈悲心 不了解怎么有慈悲心呢 不会有慈悲心的 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国王 有些国王他天天就是住在他的这个皇宫里面 他的皇宫里面 那么他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 他以为这个外面都是在他的这个小范围里一样 所以他就不知道更多的人的这个痛苦 这个时候呢 这个皇帝他就没有办法去解决 他就不会想到要去解决别人的这个痛苦 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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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我们这样子去换围的思考 换围的思考 把我挡住他们的 把我放在他的位置 然后再去看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体会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感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 基本上感受到他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 然后因为我自己感受体会到了 体会到以后呢 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平时要多看看 多看看这个终生的这个痛苦 比如说像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里面我们经常都看到 这些动物之间的相互的这些残杀 这个十五年是有多么多么的可怕 多么的惨人 过去呢 我们只有在佛教里面去看 现在我们可以看DVD 可以看电视 就可以了解很多很多这些生物 这个动物相互之间的这些残杀 的这个非常惨人的镜头 我们经常看得到 可以多看一看 有些人害怕很学性的东西不敢看 但是必须要看 砍了才能够触动我们的心 砍了才能够震撼 不砍 这些东西都不砍 这些东西不砍 然后又不去思考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触动我们的心 这样子以后呢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 让我们这个产生慈悲心 也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发菩提心 所以这些要多看看 然后呢贫穷的人是什么样子 多看看 多了解 多了解 中东 像中东经常发生战争 每一次发生战争的时候 这个当地的人 当地的这个老百姓 是什么样子 多了解了解 多了解 小孩是什么样子 老人是什么样子 家庭变成了什么样子 多了解一下 多思考一下 不要想 不要想看西这样子 这个时候要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的家庭变成这样子 如果我的儿女变成这样子 如果我的父母是他们 那是什么样子 多思考思考 中东的战争 非洲的这个极客 文艺 这些都去想一想 多想想 多了解 然后我们把人间的这些东西 多了解 然后呢再进一步的 再进一步的 动物的痛苦 然后呢再进一步的 我们看不见的 地狱的痛苦 还有就是这个 恶归道的这个痛苦 都了解一下 全部了解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从他们的角度 从他们的角度 从这个地球上最痛苦的 这些生命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才知道轮回是什么样子 才知道 才有体会 才会有这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我们就产生一种真正的慈悲性 真正的慈悲性 因为看到他们太痛苦了 他们太痛苦了以后 发现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他们是过去是我的父母呀 就是这个一种思维的方式 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 过去他们不是我的父母也没关系 就他们反正跟我一样 我现在不愿意痛苦啊 我现在这个希望幸福啊 那他们也是一样啊 因为他们得不到啊 所以就是对他们产生一种悲民的心 同情心 然后就是慈悲心 然后这个慈悲心 这个慈悲心越强 越想帮助他们 然后呢 我们真的想帮助他们的时候呢 帮助的方法 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 要解决问题 那就是为让他们成佛意外 没有别的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暂时给他们解决一些 生活上的问题 这个有可能了 但是呢 这个当然很好了 当然很好 人家基督教做得特别好 这个很好的 但是呢 这个毕竟是一个 严谦的一部分的问题 更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那么更多的问题怎么解决 就要让他们解脱 让他们解脱怎么解脱 我要解脱 我自己解脱了 才能够让他们解脱 所以我不顾一切 我一定要成佛 就是为了救他们 这叫做大乘佛教的 学佛的这个目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念头 如果 就贪收治 这样子贪收治 这样子的这个 这么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啊 就是冒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念头的话 那这个念头的功德 功德 就远远超过了 我们在这个之前的 成千上万词的 少像百佛的功德 少像百佛功德 因为这个时候 有了这样子的念头以后呢 某一个伟大的念头 就只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 平时我们啊 在一半的这个速度上面呢 比如说要五万年 或者是一百万年 完成的这个学佛的路 这种情况下 可以就是一瞬间就完成了 一瞬间完成 所以我们前几天也讲过 显宗里面讲 一个人要成佛 需要三个无数个大戒 其实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这个速度 学佛了以后呢 越学佛 修心的层次稍微高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方法 这些方法呢 一个方法可以决定 通常就是要走很长的路 它一下子就可以解决 就像坐飞机一样的 所以学佛是很有希望的 只要这个方法没有错 是非常有希望的 当然我们刚才这样子 我们什么都不懂 就是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让我们一定要 我要成佛 我要读一切众生 这个很 这个就是离我们很远啊 但是呢 现在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训练 这样子的话 这个方法 有方法 也不是很遥远 如果很遥远也没关系 如果真正的这个慈悲 有这个强大的慈悲心的话 那就它一定会下决心 哪怕需要再 走再长的路 再远的路 花再多的时间 我也得要去做 它会有这样子的决心 勇气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愿东力 愿东力就是慈悲心 慈悲心的来源 就是了解终生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度了解终生的痛苦 所以佛教他永远都不赞成 菩萨就是高高在上 菩萨不赞同高高在上 菩萨就是要深入到 深入到这个终生的生活 终生当中 了解终生的痛苦 他越了解 就是越想帮助这些人 如果菩萨高高在上 就像过去的谎帝一样 高高在上 他什么都不知道 下面都是他觉得是他这样子 那他哪里有这个动力呢 没有学佛的动力 没有学佛动力 所以动力就是来自于了解终生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了解 了解的方法 一个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根据佛经里面的 佛经的内容 根据佛经的妙述 我们去像 就是去像 这叫做观像 就是我们 十千心里面的轮回的痛苦 那大多数都是我们不是我们看到的 而是我们根据佛经的 这个描述 去像 这样子呢 我们也就可以一样的 可以了解到终生的痛苦 这个特别重要的 这样子以后呢 会有菩提心 会容易发菩提心 希望大家努力用功 如果我们说 今天我给你们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一定能够短期之内 一定能够赚十万块钱 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一定会认真 非常认真地听 没有人打瞌睡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打电话 没有人走来走去 所有人都很认真地听 要做笔记 但是呢 我们今天讲的跟钱没有关系 它五块钱都赚不到 所以呢 我们不那么认真 但是不是 实际上它的价值是用金钱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没有办法衡量的 这些东西都是无价的东西 无价之暴 所以这个无价之暴 我们训练 可以训练出来的 这个不需要去卖 不需要去求谁 就自己可以训练 希望大家 认真地去用 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很简单 你们比如乡乡里比较丰富的人呢 就在这个基础上 自己可以多想一些事情 懂武的痛苦呀等等等等 多了解一下 多看一些书 多看一些这个 多了解 多了解 多了解一些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啊 什么样的信息都有很很容易的 多了解终生的痛苦 好 然后这样子修 就菩提心 就不难 希望大家好好修行 能够用得上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 mij小王 我就是这个说法 对我来说 我去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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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做的 我做的